观察国际政治 认识全球科技产业 欢迎快评的观众朋友们您好 我是吴林祥 万众瞩目各方期待 但是从去年6月就已经在美国国会议中 躺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晶片法案 终于在本周完成了初步的行政程序 可能在下周就要表决了 那这项法案对于台湾的台积电 环球晶 乃至于全世界重要的半导体公司 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晶片法案的名称叫做 Creating Health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意思就是说呢 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制造晶片 那方法就提供有效的诱因 也就是过去美国基于自由经济主义 绝对不会做的政府补贴 这不是很奇怪吗 美国过去一直在批评中共 这个国家补贴就好像一样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们不谈 我们今天只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正在美国Arizona建厂的台积电 如果最后这个法案通过了分不到一毛钱 会怎么样 我先告诉你答案 不会怎么样 影响不大 如果你只是关心台积电股价投资朋友们 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后面可以不用看了 我后面要继续谈的就是 如果法案通过什么情况之下 台积电可能一毛钱都分不到呢 一种情况是美国政府真的不给 另外一种可能是台积电不要 第一种可能呢 跟台积电处于竞争地位的英特尔总裁 Gelsinger 他就曾经呼吁过 不要把这个经费分配给外国厂商 只要给美国的本土厂商 担住他自己了 换一只台积电 环球金 还有韩国的三星 那你乖乖来美国投资 你要自己准备盘缠 因为你不是美国公司了 这个差比待遇这么大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法案中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是免税优惠的条款 换句话就是说 你自己先掏自己口袋的钱来发展 然后开始生产 制造 赚了钱了 那山谷大叔少收一点税就是了 这也算是一种 另外一种形式的补贴 那么台积电有没有可能不要呢 另外一种可能 虽然之前说是希望雨露均沾 最近董长刘德英还表示说 到美国设厂层比原来预期的高 当然最近通过膨胀很厉害 但这有可能 因为法案中有限制条款 接受补助的厂商 十年内不能到中国大陆投资扩产能 城市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不过这条也有诞书 就是说如果是成熟的制程 就不在此线 那什么是成熟制程 没有特别说清楚 所以如果台积电拿了补贴 要扩充目前它在上海 是一个8寸的第10厂 还有在南京是一个12寸的晶圆厂 16厂 如果它要扩充这个产能的话 就不能够扩充 先进制程的高阶的晶片 那台积电有没有诱因 在大陆来扩充 这个先进技术的产能呢 就贴近市场 来服务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应该这样做才对 但是因为晶片 这个短小轻薄 重量很轻 那你在新竹台中台南制造 然后用空运送到全世界各地 其实成本不是问题 这是皇上去年不靠载客人 只靠载货业绩也不错的缘故 不过这个不是今天主题 再题外话 回到主题 那台积电有没有办法 接受美国政府的补贴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又谨守这个奋济 只做在大陆 只做成熟制成的中级一些产品呢 技术上来讲没有问题 我们看台积电南京厂 去年宣布扩充产能 那它主要就集中在28奈米 没有往下做更细致技术节点的产品 比如14奈米等等 当时还引起大陆一些不懂行的网友 一阵踏法 说这个台积电 哎呀 居心叵测啊 这个阴谋很多啊 非常阴险地就想要 把这个中国大陆正在发展28奈米的 这个产能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 其实这个都是不懂行 他不了解中国大陆国货的这个产能 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他国内的需要 要知道中国大陆去年进口了 4,225亿美元的晶片 而中国大陆去年进口的石油的数量呢 不过是2,573亿 这个差了差不多快七成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可以了解 在这个新的21世纪 到底是晶片还是石油 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的吧 不好意思又扯远啊 下结论之前啊 我再提问一下数字 美国晶片法案补贴的总金额是520亿美元 那英特尔啊 Global Foundries啊 三星啊 还美国的那些IT设计公司 AMD NVIDIA 美光 他们都想要 那如果大家分一分 你觉得台积电能够分到100亿吗 而台积电自己今年的资本支出 就是400亿美元 最近这三年呢 超过1000亿美元 换句话说 这个数字对台积电自己的资本支出来比较 真的不是那么大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说 这个对台积电来讲 影响不是那么那么大 但它会有一些别的层面的冲击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啊 好 那美国晶片法案下周应该就会过关了 我们静观结果 观察国际政治 认识全球科技产业 以上就今天的怀疑快评赶进去收看 也敬请您批评指教 谢谢 谢谢